岛屿,胸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病因白杂,涉及多个器官和系统,病情程度轻重不一,处理方式也各不相同,突发胸痛不一定是极心心肌梗死,而心肌梗死也可能不表现为胸痛。 我们不能遇到胸痛,就认定是极心心肌梗死,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所有病人。 胸痛的分类与常见病因,从急诊处理和临床使用角度,可将胸痛分为致命性胸痛和非致命性胸痛两大类图一,急诊就诊的胸痛患者。 首先要考虑的内科疾病有三种,急性灌脉综合症,急性被刷色,以及主动脉加层。 如果症状不典型,需要考虑的疾病就更多了。 ACF高居致命性胸痛病因的守卫,急性被刷色与主动脉加层,虽然发生率较低,但临床中容易入诊及误诊。 图一胸痛的分类与常见病业,胸痛的临床表现与危险性评划,流程,第一步,快速评估,快速的查看患者生命体征。 简要收集临床病史,看别是否存在危险性,或者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以决策是否需要立即对患者实施抢救。 对于生命体征异常的胸痛患者,胃高危患者,时马上紧急处理,在抢救同时,积极明确病因。 对生命体征稳定的胸痛患者,详细的病史询问是病因诊断的计时。 第二步,经上述检查,明确ACF,进入ACF救治流程,会发现明确病因者,进入ACF宣查流程。 第三步,排除ACF后,逐步鉴别诊断急性主动脉加层,急性肺动脉栓塞,气胸,积极采取救治措施。 图二,急性胸痛诊断流程,急性管脉综合征,诊断要点,主动脉加层,诊断要点。 遗传性血管病病如马方综合征,主动脉带二半肌型,达勒甸综合征,加速性主动脉流和或主动脉加层以及血管。 连症性疾病包括脉胶脉主动脉炎,白菜病,没毒等,只是引起主动脉加疼的高位因素。 其他如一原性因素包括早晚介入诊疗术,心脏半膜及大血管手术损伤,或是主动脉中央硬化斑块内膜的破溃。 健康女性妊娠晚期,也是导致本病的原因,对于未明确诊断而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凶痛患者,采用主动脉加层筛查量表进行初步筛查,结果为中度可疑或高度可疑的患者,需发行影像学检查确诊。 表依主动脉加层筛查量表,主动脉CT血管程上是首选的影像学检查,请胸壁和或时大超身心动图可辅助诊断部分类及主动脉根部的患者。 部分主动脉加层患者的胸片可见纵则增宽,由于无创诊断技术良好的敏感性。 临床已经较少型主动脉造引数,被刷色,诊断要点,表二急性被刷色晒查量表,一胸痛规范化评估与诊断中国专家共识,中华新血管病杂志,2014年8月第42卷第87,二曲涛,危急生命的胸痛,诊断与处理,一脉通,相关阅读,警惕,胸痛患者,一路诊断心电图表现,心肌梗死是指心肌。 心肌的缺血性坏死,未来冠状动脉病变的基础上,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过中断,使相应的心肌出现严重,而持久的急性缺血,最终导致心肌的缺血性坏死。 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在临床上常有持久的胸骨后剧烈疼痛,白热,白细胞技术增高,血清心肌梅生高,以及心电图,反映心肌急性损伤,缺性和坏死的一系列特征,性演变。 并可出现心肌失常,性客或心理刷截,属关心病的严重类型。 在美国,据统计每年约有80万以上,患者因胸痛到 急救部门就诊。然而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才是 CAS Acute Coronary Syndrome及心肝梅综合症的患者。 在DB,我们不光要从这些患者中挑选出具有高类因素的胸痛患者, 同时还要提防那些可能突发的心源性猝死事件。 1. 症状不典型者,一路诊,陷病时,心电图表现是最容易获得的。 具有明显诱因,逐货牢,激动,寒冷刺激等的患者出现突发压炸性熊痛,出汗, 凹凸到典型症状。再结合心电图的ST段抬高, Cortive Poxin升高,通常诊断为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并不难。 但STM患者在所有胸痛患者中,也仅占少部分, 到目前为止关于VST抬高的ACF上缺乏绝对的标准。 同时其他各种疾病,也可表现出类似ACF的症状。 如胸膜炎和心胞炎,胃肠打油,肺神色, 患起过度,肌肉骨骼疼痛,烂闹炎等。 这些都给我们临床诊证工作带来了困难, 尤其是遇到了低风险的胸痛患者。 如果心电图表现不变形,更容易被我们忽视, 并被B1UV埋下隐患。 对于一些表面看似平静的心电图里, 其实也藏着不少蛛丝马迹, 只得我们去仔细查找。 二、心电图是识别二名的基石。 然而,根据大部分ACF的回复性调查, 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能提供明确的心电图诊断。 剩下的患者心电图可能会有一下表现, 一缺血的迹象。 最常见为T波导致或FT段压低, 其中FT段压低会认为运用更差。 二、非特异性FT段和T波改变, 小于等于MMST段抬高或压低或不对等的变化。 三、完全正常的心电图约一占百分之二左右。 首先,我们来看看正常十二导原心电图的波形特征点。 图一、正常心电图。 其次,我们要知道典型的心耗患者心电图, 与跟死区域关系。 心电图有进行性和特征性改变, 对诊断和估计心耿病变的部位, 贩卖和病情演变,都有很大帮助。 心电图波形变化,包括三种类型如图二。 一、坏死区的波形,像坏死心肌的导连, 出现身而夸的飘波。 二、损伤区的波形,面向坏死区周围的导连, 显示抬高VST段。 三、坏血区的波形,面向损伤区外周的导连, 显示替波导致。 图二。 接下来,我们再来找找几个容易入诊的胸痛患者心电图里的蛛丝马迹。 No.1,被遗忘的导连。 AVR,No.1弥漫性ST段压低,AVRST抬高, 1毫米,V1的轻度ST段抬高。 其中AVRST段抬高,V1导连ST段抬高。 该心电图的患者经过造影发现左主干, 左前降致近端,和三只血管并变。 通常情况下,我们首先会注意到ST段压低的情况, 因为这往往提示了心肌缺险, 而AVR则经常会被我们忽略, 认为它与心病变化没有关联。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分析, AVR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需要注意的是,在部分心动过速、 电腹率及心肺复苏后的患者心电图中, 也可见到子类弥漫性ST段压低的情况, 应注意与光明该已区别。 No.2容易故事的后避心肌梗死。 No.2急性后避心肌梗死。 前阵格V1V34ST段压低,高二波, T波直立。 此类心电图经常被误认为是缺血, 但实际上却是后避心肌梗死的表现。 大部分后避心肌梗死常伴, 随着下臂或者侧臂梗死, 常表现为ST段抬高。 而大约有5%后, 避心肌梗死发生时, 呈孤立性, 且仅表现为V1V3-0ST段压低。 同时在这些道理中会看到高二波和直立的贴波。 尽管多年来, 人们已经认识到孤立性后避梗死, 会进发后避心心肌损伤, 但它仍然是暗语中, 最容易被误证为心肌缺血的情况之一。 但怀疑此类缺血性心电图与等死有关时, 因进一步在左肩甲区做V7-0-9导连, 在V7-0-9任何一个导连中出现令, 5毫米以上ST段还高, 即可明确诊断为后避阿米。 尽管后避阿米面积不大, 但临床后避症是非同小可, 又结果显示高达三分之一的后避心肛患者后期, 出现中度到重度, 二肩半关闭不全, 同时它也是长期心理筛节和心肌梗死, 相关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 No.3 警惕ST段压低的AV6 No.3机性下必心肌梗死, 高达I AVLST段压低下, 二、三、AVLST段还高。 如果把以上新电图结果一张分道也一个一个分开, 那么通常我们会认为这是一张正常的新电图, 或者仅仅是非恶意性ST段和梯波改变。 在AVL导连中出现梯波改变, 并没有被大家所重视。 许多内科医生也认为在AVL中出现梯波导致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即使仅在AVL导连中出现梯波导致, 仍然是不正常的。 有研究已经重视AVL中梯波改变与有些是病变存在相关性, 同时表明它与即将可能发生的下BL与相关。 No.4 当新V1导连直立和高大的梯波 No.4V1导连高梯波, 胸导连广泛的梯波直立前V1、V6, 伴随着V1、V2导连ST段精度达高, 和V4、V6导连ST段压低。 在正常的剧极化时, QRS效量从用到左旋转, 对应由胸导连V1、V2出现深S波, 左胸导连V5出现降弹R波, 中步行前导连V3、V4出现等量V2波和S波, T波在V1导连方向可以向上、 双向或者向下, 阵幅在各胸导连, 有时可高达1.2、1.5MV3, 当V1导连出现距离和高达的T波, 并且要比V6导连的T波还要高时, 需要引起临床医生的注意。 这种情况被称为胸前导连T波吃藏, 往往预示着较高的冠状动脉疾病的可能性。 如果是新发的现象, 则应该考虑心肌缺险。 No.5 双向T波不容错过 No.5 V2 V3导连出现双向T波, 并伴随轻度ST的抬高。 在导连V2和V3导连上出现正负双向T波, 常常预示着左前降致严重的狭窄病变。 这种新电图往往形式微轮松合征。 微轮松合征是以新电图孤立性T波改变, 即眼电外特点的极心灌脉通合征。 有称前降致T波通合征, 低风险胸痛患者出现非特异性ST段和皮肤改变, 时常常领飞诊和医生手足无措, 仔细挖掘有时可能会发现以上隐藏的线索, 对于此类患者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地钥匙动态复查ECG及请新内科医生会诊息协助诊治。 参考文献, 2017-184-601-606-2-V-U-I-H-R-S-1-H-D-A-T-L- PITFALLS IN BIATEMOSIC STYLEGA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ACUTE MIACARDIAL INFACTION-JJ ELECTROCARDIAL 2013-466-653-659-359-37-VALENZ 和征J 林朝新界学杂志 2017-261 此道哟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